各位韭菜啊 各位难民啊 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我的节目 大家伙的现在也不容易啊 刚下班了估计打工也比较累 我就讲一些开心的事情给大家听一听吧 讲这个中国封城 上海封城了 然后北京也快了 封城这个事情应该也不是快乐的事情了 是一个比较悲伤的事情 但是呢 你知道吧 被我一讲就 许多人就笑了 我这个人并不是外向的人 我这个人是很严肃的 是比较内向的 但是我说着说着 没有办法 考虑到各位韭菜 他的平均接受能力 平均理解水平 我只能 讲一些轻松愉快的 或者用大白话跟你们讲 我跟你讲深奥一点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八荣八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你也不懂 是不是 现在中国封城 上海封城 这封城跟坐牢比我发现坐牢比较好 前提是牢房里面没有活灾 如果说再加一个活灾 那我觉得还是封城比较好 这两个坏的一笔 还是 好 有位网友 有位观众发 信息给我 他说什么呢 上海封城 跟坐牢相比 管制时间 两个月打底 上不封底 这个上海什么时候解封呢 不知道 有人问我 大圣啊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认为主要是看习近平的心情 坐牢就是拘役三个月 比如说你违反了防疫规定 拘留你三个月 活动范围是什么呢 上海封城 封城活动范围 除了自己家 哪里都不能去 坐牢是什么呢 可以有公共活动区域 给你放风 中午的话 让你出来晒晒太阳 一个小时吧 封城的生活成本是叫 房租水电吃喝 都要自己付 而且这个吃的还很贵 那是相当的贵啊 那在监狱里面呢 包吃包住包住包水电 哈哈哈哈 封城期间有收入吗 没有 坐牢呢 只要你干活 还能给你一点收入 是 封城期间的饮食 巨贵的蔬菜包 或者说没有饭吃 在监狱里面 食堂统一定制 是荤肉搭配 到点呢 就让你一日三餐 就让你叫你去吃饭了 监狱里面 烹饪是自力更生 你自己要炒菜 你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很贵的蔬菜 回家要自己炒 监狱里面是什么呢 菜做好了 给你吃 社交娱乐 这个领域啊 封城期间啊 只能抱着手机 看看外面的人 外面也是那些大白 防疫人员 监狱里面呢 天天有人跟你吹牛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当年多么厉害啊 监狱里面啊 一个说 我当年是什么 偷遍京城 八十家 最后到了八十一家 被抓了 有的人会说 我当年是什么社会一霸 那都是呼风唤雨的 黑社会脑大 天天都吹牛逼啊 都吹牛逼 医疗 封城期间这个医疗 不知道有没有医疗 当然我据我所知是有啊 如果你得了什么阳性啊 阳性那个不属于医疗 如果你得了心肌炎啊 心脏病啊 需要急救 那对不起 先做一个核酸检测 如果呢 你来不及了 那对不起 那是你的问题 谁叫你来不及了 啊 谁叫你来不及了 叫你做完核酸要过五个小时出结果 结果你来不及了直接挂了 那是你的事情 那跟医院没有关系 监狱里面是什么呢 有病可以随时看 至少 至少说 感觉你要死了 在监狱里面啊 监狱里面如果你得了传染病 绝对把你照顾好好的 全世界各国 哪怕是恐怖分子 阿富汗塔利班都是这样 你要真得传染病的 绝对把你管控好 哎呀精神状态呢 这个封城 叫做压抑疯狂 坐牢呢 身体棒棒 吃麻麻香 舆论环境 这个封城期间叫做 抱怨悲观 哎呀 坐牢积极向上奴隶改造 这也是有财 坐牢才是当下上海年轻人唯一出路 这有点真真的奇葩 快了 上海都这样了 全中国有五亿人现在在封城 出不了家门 全中国 不仅仅上海啊 是像云南啊 东北啊好多地方全封了 这几天北京就要封了 而且北京已经出现居民抢购 食品 当然说错了不是居民 韭菜 韭菜抢购食品 你放心 中南海绝对不会缺吃的缺喝的 北京的各大部委 这个什么中置开头的 那些国家单位 那肯定有吃有喝 包括什么贪污腐败啊 一点都不耽误 即使封了照样可以贪污腐败 照样呢 晚上的话 人民的女儿到领导的这个床上为人为这个官员服务 这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是官员白天为人民服务 你晚上的话你凭什么人民的女儿不为人家服务啊 你这也属于日后提拔嘛 你要对你进行阶级地位提升了 是不是 你说上领导床的那些人吧 女的不都是阶级地位比较低的吗 习近平女儿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吧 他需要上领导的床嘛 那领导可以见到他也不敢了 那都硬都不不硬又软了 为啥害怕 这门是公主啊 我天 对不对 真的是 因为中国是个权力社会 中国许路人说中国是金钱社会 错 中国官大一级压死人他是权力 我就问你 习近平跟马云 谁谁大 哎 你知道习近平厉害 习近平是独裁者 老大皇帝 你马云你算个屁啊 你说白了你就是白手套 包括王剑你什么就白手 白手套你就完了 就代辞 资产叫做代辞 哎就跟 就跟哪有一些明星的呢 官员说明星小王小你 你这两个人结婚了 实际上呢 小王你跟那个小你结婚了 啊男明星女明星什么 实际上都是领导的玩物 啊 许多领导都已经插过多少遍了 就 都是那种了啦 最后领导说给你个名分嘛 找个男的 就是跟你结婚吧 就是这样 都是代辞 啊 这情况因为权力 它是个权力社会 它是一个独裁的社会 啊 独裁的国家啊 国家啊 啊 韭菜园子 所以在那国家 你不逃 你不跑 他已经没救了 不仅仅中国 整个敌三世界 赶快走 好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吧 希望对各位韭菜能有一些帮助 哎 还有个年纪大的人呢 我说实在话 就不要不要走的 不要再折腾了 你说你年纪到四五十岁了 你还折腾啥 他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 饮食习惯 你怎么过这关 你的社交网络怎么过 你文化 有那个冲突 你怎么 因为你总是要有精神的 人有精神需求 你到了美国 到了什么加拿大 日本 啥都不懂 整个人就跟瞎子一样 搞不好都能自杀了 就相当于我现在立马到了阿拉伯世界 看到了全是阿拉伯文 听了全是阿拉伯语 根本听不懂 跟瞎子笼子一样 很痛苦的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吧 各位年轻的韭菜赶快跑 年老了赶快 我也是没办法 拜拜 阿西瑞是原自加拿大本土律所的移民服务品牌 专注加拿大移民40年 长期以来 我们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移民服务方案为宗旨 依托专业律师团队从项目本身出发 结合每位客户的具体情况及政策特点 制定专属方案 必求达到每步时间节点 调理清晰 逻辑严谨 迄今为止 我们已成功帮助数千家庭移民加拿大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80到100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全家获批枫叶卡 只需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和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全家获批枫叶卡 此外 我们的移民业务还涵盖企业家移民 联邦自雇移民 留学移民 技术移民等十几种方式 更有独家的360度安家登陆服务 我们希望每一个移民家庭 能够更直观的看到移民的可能性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 资深移民专家和持牌律师 帮您免费规划方案 祝您秒批枫叶卡